再往下 如果当前从进行中 变成失败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叫reject 当然这边也可以传递进行参数 这时候如果失败的话 它的状态叫做rejected 表示已失败 然后它得到的值 是不是可以是reject的这个参数 传递过来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于当前对象的状态 其实并不受外界影响 然后它只有当前三个动态 punding to fail 和rejected 只有当前一步操作的结果 才能够决定 当前到底是处于哪一种状态的 其他的操作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当然一会儿我会去演示 当我们想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没有用的 一会儿呢 我们可能代码去演示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叫做promise promise是单词的本意 是不是叫做承诺许诺 我们说一诺千金嘛 对吧 一旦承诺就不能改变 它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一旦我从punding进行中 变成付费物到成功的 那么它就不能再回去 或者说 如果当前从punding变成rejected 那么它的状态也是会被凝固了 相当于这个承诺已经是定型的 我们不能再发生改变 这个其实也是promise 这样一个名字的由来 因为它的状态是不可逆的 只能从punding到付费物的 或者punding到rejected 回到我们代码 我们一起看一下当前promise的三种状态 大家看 比如说我先定义一个p1 它表示你有一个promise就像 然后呢 当然它后面还会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resolve 一个都是rejected 这单词当然不要写错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直接叫做resolve OK 然后呢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值吧 传递一个e 然后呢 我再定义同样的两个promise就像 比如说一个叫做p2 一个叫做p3 然后在p2里面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精神器 叫做setmount 去模拟一个当前的异步操作 然后呢 比如说它也叫做resolve 那它这里面呢 比如说传一个参数2 这个精神器呢 会等一秒再执行 OK 然后呢 再写第三个promise最像 在这个里面啊 我也是一个精神器 我直接复制过去 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模拟一个失败的状态 比如说我叫做rejet 然后呢 我传递一个参数3 OK 这是我们定义的三个promise最像 然后呢 我在下面 比如说我在这边呢 我输出p2和p3 然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是什么啊 大家可以看 保存 拉上左边 大概当中一个状态啊 这边是因为我没有对这些状态进行处理 所以说这边报错嘛 一会儿我们写完认一会儿写完catch 就不会报错嘛 我们先看当中一个状态 大家仔细看 我们就看外面这个就可以啊 首先第一个状态 resolved 它对应的状态是不是叫做resolved 刚才我说它是不是表示成功的 对吧 当然我们叫做failed的 或者resolved的 都可以啊 都表示当中是成功的 然后大家看 你再看第二个第三个 它是不是处于是一个pending的状态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的 处于一个pending状态 刚才我们说pending是不是叫做进行中 大家仔细看啊 这里面有细节 我详练一下 虽然我这边是不是显示 就是pending 进行中进的状态 但是呢 当我展开以后 你们发现 诶 这里面怎么是resolved的 这样一个成功状态呢 不应该是pending吗 大家注意啊 这个pr 我里面是不是写个竞争器 一秒的时候 是行 大家想一想 在这个promise 因为刚才我们说 它是立即执行嘛 对吧 这里面的方法会马上执行 但是呢 这个里面的resolved 是不是等于一秒才会执行 大家想一想 在一秒之前 resolved没进行之前 它是不是相当于进行中 叫做pending 所以说 当我执行46行的时候 它是不是直接输成了pending 但是 当一秒之后 它的状态 是不是从pending 变成resolved的 所以你能够发现 这里面变成resolved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是一秒 对吧 我快点把它点开 你发现 这里面一开始是pending 来上 我先稍信一下 快速点开 你能够发现 这里面是pending 对不对 当然当它执行完 一秒钟之后 执行完resolved以后 这个pending就会变成resolved 所以说 如果我点的比较快 在一秒之前 把它点开 你就能够看到 它最初状态 pending了 如果你在一秒钟之后 resolved已经直行完成了 再点开 这个状态 是不是就从pending 变成了resolved 在这里面 大家看 如果点的快一点 是不是pending 对吧 然后再刷新一下 如果我说 等一会儿 一秒钟之后 等这些状态 再点开 这里面状态 就改变了 对吧 因为当前这个状态 对应的是不是都是pr 这样一个 同一个promise对象 对吧 这个有理解 为什么说 点的快一点 就是pending 点的慢一点 就是去送的 我们只需要看 当前外面这个状态 是什么 就可以 然后我们继续 再看我们这样的例子 大家仔续看 我再把这个例子 再完善一下 为大家讲清楚 这三种状态 到底是什么时候 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仔续看 刚才我们说pr也好 p3也好 它不是调用resolved吗 对吧 但是这个resolved 是不是在一秒的时候 才调用 然后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看见了 这三种状态 分别是resolved pending和pending 对吧 然后你看 比如说对于prp3 我给它增加一个定义器 我不想马上输出prp3了 因为当时是吧 还是在进行公正状态 对吧 比如说那边 我这边是 他这个不是一秒的时候 就执行这个resolved吗 那我这个更长一点 比如说我两秒的时候 这时候 我输出一下pr 我们看看 大家觉得这时候的pr 是不是应该是 resolved 执行完成以后 对吧 同样的 我们也输出一下 这时候的p3 为什么我这个时间 会长一点 因为我希望是等这个状态 改变完成以后 我再输出一下pr跟p3 我们看一下当前状态 又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 当然这儿 这个错误是因为 这个reject我没有写catch 所以说这个先不用管 一会我想开启以后 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家看 45 46 47行 是不是输出 当前p1 直接就是resolved的 进行成功 为什么 因为我p里面 是不是直接就是resolved 这里面我没有写 一步操作 所以说一上来 它就是成功的 但是当我46行 pr和47行 p3的时候 这时候 他们是不是还没有执行resolved 因为要等一秒 所以说对应的值 是不是pending OK 我们再往下看 代码第49行和52行 这时候 我设置这个时间 是不是比我resolved 这个定义器的时间 更长 也就是说 当前resolved 已经执行完毕了 这时候我们再看 当执行完成以后 我再输出pr0p3状态 大家看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resolved的 然后p3就是 reject 为什么p3reject 因为当前p3 我是不是给掉用了 是个失败的 所以说大家看 p2是不是从pending 变成了resolved 而p3是不是从pending 变成rejected 这一定要理解 然后我们再丰富这个例子 大家再嘴一看 比如说p1 它不是个promise项吗 然后我们调点z z的话是不是成功的时候 叫resolved的时候 这样一个回家函数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 我们给它写成 剪团数形式 我们输出 当前这个值 比如说刚才掉的时候 是不是输出了一个参数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把这边去接收 这样一个参数 比如说它叫res 然后输出这样一个res 就是pe 然后对于p2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p2 因为p2的话 是不是也是要用成功 所以说把2 我们看能不能传递进来 然后我们再问p3 这样一个promise对象 去定义它的 这样回家函数 大家看p3 我这边是不是叫做reject 对吧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 reject的数表是失败的 而且刚才我们讲的是 对于z的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表示 失败的回家函数 那是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也可以直接点catch 点catch 也表示的是 不过当前是失败的 这样一个回家函数 都可以 你写z的第二个参数 或直接点catch 都可以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写个er 然后我们输出 当前这个er 正常情况下 p3是不是应该 对应的是 3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保存 我们看这时候 这个错误应该就不会有 这个时候 我们从上往下再看一遍 首先代码第45行 输出p1 因为当前它直接有 这样的数据 所以说它状态是 有错误的 然后当输出p2跟p3的时候 这时候 它里面有错误 要等一秒执行 等一秒执行 是不是还没执行 所以现在是不是还是进行中 这时候输出的p2跟p3状态 都是pandy OK 再我们下看 当我等两秒输出p2 等两秒输出p3的时候 这个时候 resolve是不是已经进行完成了 因为基本上是一秒 这边两秒 所以你看 进行完成以后 在代码第49行和52行 我们看 在代码第49行 是不是输出一个resolve的 因为当前 我这个p2 它是不是这个resolve已经进行完成了 对吧 这边一秒 我一边更长 说明取到的是 它已经执行完成以后的 那个时间 然后我们再看p3 p3的话 我这里面是不是 用的是eject 失败的 所以说大家看 在我们代码第52行 输出的是不是 rejected 当前这样一个状态 表示的是执行失败的 然后再往下面的话 是不是输出的结果 就是我们看 56行 结果是什么 1 58行是2 然后62行是3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 也更加验证了 刚才我画的一张图 我们再看一眼图 大家看这张图 表示的是 当前promise上一个状态 它一共三种状态 punding 进行中 fulfilled 成功 rejected 失败 它就是三种状态 而且状态一旦改变 就不能够再变 在任何时候得到的结果 都是这样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通过代码 来验证一下 为什么说promise的状态 是不可逆的 我们看 我先把前面这一段代码 先给它注释掉 比如说 我当前再定一个promise项 比如说p 然后new promise 然后对应了一个参数 参数里面写resort reject 然后大家看 比如说如果当前这个p 是成功的 那么我就p点字 当然你直接在后面 写写点字 这都可以 用这种方式都可以 然后第一个 表示成功 res 第二个呢 比如说表示失败 OK 然后我们看 比如说这里面 我直接就要用resort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e 大家看 我在成功的时候 比如说我输出这个res 失败的时候呢 我输出这样一个er 当然 现在码第69行 输出个e 这没问题啊 然后大家仔细看 当前66行 我是不是调用的是 sort这样一个成功的回答案数 但是大家看 如果我调用完成功 我再去调用失败 那这个时候 到底是72行会输出 还是72行会输出呢 大家看 比如失败的时候 我传一个2吧 我们看输出1 还输出2 大家没发现 只有1输出 2并没有输出 为什么这样 这就验证了 刚才我说的 如果当前promise对象 从pending变成fulfail的 成功的 那么他的状态就被凝固嘛 他就是这个状态 一弄千金嘛 成功的就是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当我再用调用失败的时候 也没有用 状态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大家反外再看 比如说如果当前你是 现实失败的 然后我再调用成功的 我们看这时候能改变吗 你会发现 他只输出一个2 因为当前状态从pending 变成reject这样失败的话 那么他就不能够 再变成成功的了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promise状态 一旦确定下来 那么就不能够被改变 promise承诺的意思 当然刚才我们讲过 关于then里面的失败 是不是第一种方式 是第二个参数的失败 对吧 或者说刚才我说 直接写点catch 也是一样的 如果在catch 我直接把这个 摸到这边 你们看 结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不同的 两种写法 这个呢 是关于promise的一些 基本的用法 我相信通过我前面这些例子 你一定对promise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接下来 我们对前面那个 回到深渊的例子 我们使用promise 进行一个改造 苹木 就像 我 记得